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訪療醫院復健科醫師李一豪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是五十肩 五十肩也叫做冰凍肩 在醫學上正式的名詞是肩關節的關節囊炎 那什麼是關節囊呢 我們的肩關節由我們的關節魚以及宮骨頭所組成 那在宮骨頭的外側會包覆著一層關節囊 那關節囊如果說它跟關節魚產生沾黏 就會導致我們肩膀的活動度受損 那為什麼會沾黏呢 通常病人都會有一個比較先前的受傷 像是肩膀的骨頭受傷 肌腱受傷 或是手術後這些問題 導致關節囊也跟著發炎產生沾黏 那有少部分的病人是因為中風 脊髓損傷 或是長期的臥床導致肩關節很少活動 那很少活動的狀態下我們的肌腱就會亂縮 亂縮之後也會導致50肩 那常有病人問我說 醫生啊我的肩膀很痛 那我是不是得了50肩 其實這不一定 50肩的病人通常肩膀會疼痛沒錯 但是肩膀痛不一定就是50肩 那這裡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自我檢測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肩膀往前舉到最高 跟往側面舉到最高 如果這兩個動作 你沒辦法舉到頭頂的最高點 那表示你可能有50肩 那如果有這樣的症狀 建議你及早就醫檢查治療 那如果有以上的需求 歡迎來仿療醫院做諮詢 仿療醫院關心您